我們每次都是煮到媽祖起駕 所以吃整晚的 而且都是吃熱的喔 啊我們的配料就是今天一整天 我們都在那個團長家 光是前置就有40人次 現場服務的志工這樣加起來 一天大概有百人次 我覺得那個是媽祖把那個緣分交棒給我 所以我就這樣第七年 因為阿姨剛開始她其實沒有煮白沙豚 她是只有煮大甲媽祖 他們服務已經一二十年了 然後後來是因為煮了白沙豚之後啊 發現其實也很多人需要平安餐 所以我們就陸續把這個服務的餐點啊 一直就增加 其實她不亞於 已經不亞於大甲媽祖的那個規模 來來一碗 田長江子茂春的小學同學 田長江子茂春和平的小學 來啦美運來 好吃美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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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阿姨是在菜市場賣蘆筍 然後就是因為她左右鄰居都是長者 然後也是菜市場的攤位 然後他們就是 欸 剛開始就是煮少少的 可是發現效果很好 就是很多人吃而且都覺得很好吃 其實這個緣分很奇妙 就是有一年媽祖大概七年前 住假在虎尾高中 然後我去拜拜 我看到阿姨在煮素食 啊我就很好奇過去 然後我就說 欸阿姨我覺得你很面熟 然後她就說她在市場賣菜 剛好我就是住豆柳 然後剛好那一年啊 我就認識她之後 我常常去市場 然後就找她買蘆筍 結果她就跟我說 欸阿姨阿姨阿姨你怎麼有學生 他們家有火車 我說為什麼 他說原本幫她開貨車載這些東西的那個 大哥啊 他把車載不掉 去台北他學生那裡 所以就沒有人可以幫他載這些東西來 然後我就說我家開水電行 我有貨車 所以我就從那一年接棒 就是大哥沒有服務之後就接棒 就是我覺得那個是媽祖把那個緣分交棒給我 所以我就這樣第七年 因為阿姨剛開始她其實沒有煮白沙豚 她是只有煮大甲媽祖 她們服務已經一二十年了 就是煮給信徒吃也是煮這樣一整晚 然後後來是因為煮了白沙豚之後啊 發現其實也很多人需要平安餐 所以我們就陸續把這個服務的餐點啊 一直就增加就是其實她不亞於 已經不亞於大甲媽祖的那個規模 今天準備了多少的膳食給大家 68米粉15公斤的貢丸 15公斤的那個白蘿蔔 本來就知道今天會來順天工嗎 還是 煮出來給人家吃 每年都有 我們煮飽中 對每年都有 提供膳食已經維持幾年了 六年了 因為 媽祖六十年都沒有去保中 第一次去保中 我們煮出來給人家吃 然後這個感覺就很好 然後這樣 以後就每年每年都煮 還忙得過來吧 還好 還好齁 有很多姊妹幫忙 國小的同學 她們從台北下了 你們是從哪裡過來的 我來的白沙豚年禮會 本來就知道今天要住假這裡了是不是 對 我們都會跟著走 今天準備了什麼膳食給信眾呢 有麻油雞 牛肉 白菜魚 大白菜 大白菜已經完了 還有苦瓜 還有苦瓜 還有羊肉 吃菜幾斤大概知道嗎 餐差不多十幾台 中午的話是提供水果 八海 今天一直炒飯 然後那個饅頭 那饅頭很好 是我們當地做的 還有包子 還有那個薏米 都是現材的 今天做了 弄到一整天 到現在應該整個東西都沒了 我在這虎二十幾年 他們進來第三次 其實因為他們都是姊妹 所以他們 我覺得是白沙子馬祖慈悲 因為他知道我們在修建 所以他會進來 不然的話 他已經連續 有九年沒有進來了 對 因為石碑知道 我們去年開始修建 所以他七年就開始進來了 今年好像他明年一回也會來